地球的表面積為5.1億平方公里 而海洋就有3.61億平方公里 剩餘的1.49億才是我們居住的陸地 無比遼闊的海洋中存在著許多神秘莫測的奇異事物 各種關於海洋的傳說也一直吸引著人類不斷的探索 今天是《未知》系列的第三期節目 主題為傳說中的南極生物 冰梗 冰梗這個名稱來源於日語 它是一種具有類似於人類外形的生物 通常具有腿、手臂和手指 而部分陰謀論者認為它是由日本、美國科學家秘密製造 並投放在南極州的 所以也有叫南極人造人的 不過和其他的未知生物一樣 至今沒有直接能證明它存在的證據 20世紀90年代 日本第一艘南極觀測船 中古號 在一次南極海洋航行任務時 目擊了一隻巨大的詭異生物在海面上游泳 這隻盤然大物長著又大又圓的頭和眼睛 生長有15米以上 在海面下游了30秒左右就扯了下去 令人震驚的是 儘管這種生物全身雪白光伐 有如鯨魚一樣 但它卻長著人類的形態 看起來就像是一條巨型的人魚 此外還有一些目擊者聲稱 靈梗不僅有著四肢和人類相似的面部 而且在游泳時 還可以將雙腿合併成尾棋 並配合雙手來前行 之後 關於這種生物的傳說就有蔓延的趨勢 在南北極和大西洋 都有人聲稱看到過它的出沒 普遍被描述為體長15-30米 皮膚白皙 有著一對巨大的眼睛 嘴巴是一條糞的人形海洋生物 一般是在夜晚之後出沒 也可能是在夜間獵食 所以很難記錄到清晰的影像 它們的巢穴一般是在極地的寒冷海域 關於這個盤欄大物的第一個報告 是在日本的突塞論壇 07年的時候 有網友在上面發帖聲稱 它是在日本政府主導的鯨魚研究項目上工作 當時 他們研究小組在船上 看到一個巨大的白色物體 從海面往船的方向游動 開始 他們以為那是某個國家的潛艇 然而 當研究船接近該物體時 很明顯 它是一隻活著的生物 巨大無比 長下類似人類 在機主人員無比驚訝的目光中 它快速沉入了海面 隨著這名網友的爆料 論壇上掀起了關於這種生物的樂意 並如此產生了凝梗 是在90年代被守勢目擊的說法 到了2007年10月 日本超自然現象倒查雜誌 MU發文稱 他們通過Google衛星 發現寧根出現在南大西洋的納米比亞海域上 並推測這是一種來自於冰冷海域的大型海洋生物 文章發表後不久 大量的照片和顆粒狀的視頻片段就氾濫成災 但大多數人都認為 這些未經驗證的報告和圖像真實性很小 然而 這一切都沒有阻止有些人認為 這個生物和日本政府有關 是由日本和美國科學家秘密製造 被投放在南極州的人造生物實驗體 並且 有許多目擊者聲稱 他們遭到類似黑衣人這樣的組織警告 要求不能公開透露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否則將被逮捕 晚上這些看起來半真半假 竟然模糊的影像 都是這個組織故意製造 越來掩蓋真實目的的 這些真假難辨 模棱兩可的影像資料和故事 最終構成了寧根的傳說 也有很多人認為 關於這種生物的真正信息是被隱藏了起來 那麼 寧根究竟是真是假呢? 寧根有可能是之前還沒發現的海洋物種 畢竟 人類對於海洋的了解非常有限 每年都有大量的新物種被發現 寧根這種白髮生物存在也是有可能的事 所以 有防疫論者認為 那也許只是一些大魚 不知道有多少人相信外星人的存在 我是堅定不移的支持者 宇宙這麼大 沒理由只有地球有文明 關於這個生物 也有人認為和外星生命有關 至於它們在地球幹嘛 那就天知道了 其實就往上目前得到的這些資料來說 寧根更有可能是某種類似於受殘忍的網絡都市傳說 真實性比較少 然而 這個世界又有著太多的未知 會不會真的有某種生物就長在寧根的這個樣呢? 覺得有可能的可以去探究一二 覺得不可能的就當個故事聽嘛 本期的視頻就到這裡結束 圖文版可以在公眾號萬好奇上獲取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好